是在二七多的時候 這時候進場的 然後像現在一開就已經買到 就是三十一塊左右 秀出自己兩年前買到的 美元天天價 二十六歲的文慈 目前從事業務工作 每天東奔西泡 很少有時間可以研究台股 因此美元保單 就成了他的主要投資商品 因為那種高報酬的東西 就是高風險嘛 那我想要穩定的話 我就選擇就是保單的類型 就是可能都是 一點一點進去 比如說我第一次先買 比如說一年年繳三百多美金 然後再來多存一點 可能隔年變再就是 買一張新的 變六百多美金這樣 慢慢存進去 以文慈的保單來看 主要選的是立變型保單 目前宣告利率為百分之三點六 等到六年約滿後 還會有一筆保障 我買的那個商品的話 它是滿期之後 就是會給高保障 比如說我總存可能五十 那身後的保障可能有到一百 兩者的話你也不會去動它 那不如就放在就是會固定 有生息的地方就也不錯 就不用顧它啦 只是錯過了美元甜蜜點 現在才想進場買保單 恐怕就不一定是好時機 個人會建議的價格 大概是在30.5到31塊 那我反而覺得說 這個時候你去做一些訂存 或者是你本來的一些 其他的理財的商品 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如果現階段 你要用台幣去換美元的話 我覺得現在是相對一個 比較高的位置 根據金管會統計 今年上半年外幣保單 只賣出了1415億元 比去年衰退了47% 其中又以美元最慘 年減了49% 因此專家建議 反倒可以往美元訂存來操作 短期內沒有資金需求 可以把資金放到一年以上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做 長達一年以上的美元訂存 並鎖定固定率率 來鎖定這個高利 那我預期的話 未來一年之後 美金再回檔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其實銀行早就看準商機 也紛紛推出了美元訂存專案 像是匯豐銀行 六個月的美元訂存 就加碼到了6.6% 而彰化銀行 也悄悄調升了0.25個百分點 遠東銀行三個月的 美金訂存方案 更來到了5.35% 尤其剛好最近訂存到期的話 也是不錯的換匯點 半年到一年之內的話 有資金需求的與否 如果有資金需求的話 你可以趁現在台幣扁到將近 32塊的這個價位 說是一個不錯的價位 你可以趕緊把美元 那個換匯回來台幣 除了留意會差風險之外 其實在買美元訂存時 也得小心當中藏有瞄膩 美元的訂存其實都有一個 優惠的期間 例如三個月六個月 那你所謂的 你看到的5%也好 6%也好 它都是一年的利率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乘坐是6個月的訂存 如果是6%的利率 換算下來 其實你這個樣子是減半 只有3%的利率 只是未來費的升息與否 也會牽動著美元走勢 恐怕投資者 得隨時注意經濟動向 做好功課 才可能獲得較高報酬 發達新聞稍為卓琳博志 台北蔡大董 鎖定發達名聲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